今天我们出的这一批菜呢 是全部是带根 带根往外走的 是一个生鲜超市 他们竞购的 他们一直在我们这做的是 带根销售的 这里面是根 这个袋子里面装四颗菜 我把这个这个 这个他们装好的打开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 待会儿重新装装一点 它就这样了 然后把这个水培这个根系 直接缠上去 缠上去就不用管了 这样的话 它这个 生鲜度 就会非常的高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 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柴哥 刚才看到就是我们 给一些生鲜超市 推送的这种带根销售的 这种生菜啊 这样价格呢 倒不说特别贵 那一袋是一斤多 带根一斤多 然后呢 放四颗 给他们的价格呢 是四块 一袋 实际上很多人说 种这个水培 蔬菜啊 你到底赚不赚钱呢 实际上你如果说做种 一个是投资的低成本化 啊 另外一个别贪 实际上农业很多人赔钱 原因就是贪 这贪的在什么地方呢 很多人感觉到我做水培 我做的是高科技 然后就应该卖一个高价格 但是市场消费者不傻 人家的批发商不傻 人家超市的老板不傻 都不傻 你那么高的价格以后 人家能卖出去吗 所以最后没人买你的东西 你不就赔钱了吗 你像这无土单肥 这种水培啊 像这种 这种叶菜类的 这样本身 它的整个的美观度啊 然后差异化呀等等 它都是一个点 但是呢 前提是 你这个价格一定就有合理性 你才能顺顺利利的去卖出去 如果说你需要 我去做营销 实际上你营销也需要费用 你做营销做好了 是能卖个高价格 但是你不需要费用吗